P90和AOG谁近战更强呢? 这两把都是很厉害的空洞武器 今天来对比一下他们谁近战更强 先来看看一伤害 P90的伤害分别是33 60 22 12点 AOG伤害分别是42 98 19 11点 AOG打身体和头伤害更高 P90打四只和腿伤害更高 二瘦速 经过实测 P90的瘦速为16.84发每秒 AOG的瘦速为11.86发每秒 P90瘦速更快 三秒伤 P90的秒伤为550点 AOG的秒伤为498.12 P90秒伤更高 四换弹时间 P90不能装弹侠 普通换弹是3.8秒 震速换弹是2.6秒 AOG能装弹侠 装的快过弹侠后 普通换弹是2.3秒 震速换弹是1.9秒 AOG换弹更快 五弹容量 P90弹容量为50发 AOG弹容量是30 40发 P90弹容量更多 六配件 P90配件是0个 AOG配件是5个 P90配件更少 AOG扩展性更强 七后座力 兼对比满配 腰射的后座力 先是P90 再是AOG 明显是P90后座力更低 弹道更集中 再看满配开进射击 先是P90 再是AOG 还是P90垂直和水平 后座力更低 总结 P90打四肢和脚 伤害更高 射速更快 秒伤更高 弹容量更多 配件更少 后座力更低 AOG打身体和头 伤害更高 弯弹更快 扩展性更强 所以近战还是P90更强 而且强很多 优优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